翻拍剧扎推就算了 怎么颜值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听到翻拍剧三个字就想瑟瑟发抖肯定不值我一个人 上周橘子军感受了极眼新版寻琴戟 仿佛在抗一部国产奥特曼快乐星球的幼龄儿童剧 从21世纪特种部队人员的向少龙 到说着王者荣耀排词的宇航员向少龙 为什么新版的寻琴戟明明距离TGB的寻琴戟已经过去了17年 感觉神美反而倒退了17年 十部翻拍剧里有九部剧会面临朱玉在前的挑战 这些出品方的勇气都是林静茹给的吧 除了已经翻拍网成的这些剧还有一些翻拍剧也在路上 昨天新版流星花园出了路透 想想当时四人杂志照出街的时候 大家还感叹柴志平居然找到了四个有辨识度的新人 结果还是被潮了 炮火主要集中在了女主沈月身上 一次尖的礼服显得她有起榜大腰圆 一直以来 沈月就被大家认为是只能活在精修图里的照片 感受一下粉丝视角下的沈月 预警和修图里后 这大概才是小仙女人设 当时发布会给了一个官方图 实际上是E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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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比一下各个版本的山菜 台湾版的大S 日版的景上真央 韩版的聚会善 大陆版的郑爽 不是针对聚会善 当时大家公认的四人里最不能打的就是她了 现在沈月又比金丝草差劲了 作为女明星讲的话 沈月的身材真的有点虐 希望剧组打光后期修图了解一下 除了流星花园 最近最大阵仗的翻拍剧就是《倚天屠龙记》 已经官宣演员 伤害之max表达愤怒 既还是长相 他都要更加适合张无忌 当然我终于 当然我终于没什么用 而这次的赵敏陈玉琪 之前知名度最高的是锦绣 魏备杨的九公主 没什么好评 也没什么差评 其实这么多年版本的《倚天屠龙记》 最出彩的角色从来不是张无忌 而是赵敏本敏 张敏 狄姿 贾景文 即使是公认最不行的邓超版本 安以轩也是被金庸认证过的很有赵敏的风范 张无忌一直就是金庸剧里的渣男top3 一天十几年来的流量都是靠赵敏和周芷若的红白玫瑰二选一 比起曾顺息挑战张无忌 觉得这第一位陈玉琪才更危险 这才是珍珠玉在前 就希望你们俩努力一下演技 上一个《倚天屠龙记》是2009年 上一个《流星花园》也是2009年 等这两部剧出来也差不多相隔十年了 翻拍这么密集 十年时间也算久远了 但是《向傲江湖》也有新版是怎么回事 余正的《向傲江湖》2013年才播出 又一个版本的《向傲江湖》已经默默杀青了 这才三四年 金庸又做错了什么呢 这部剧照去年的时候已经刷过屏了 不知怎么的 昨天又被大家搬了出来 是的没错 这就是《灵狐冲》 演过《灵狐冲》角色的大友人在 李连杰 吕宋仙 马景涛 李亚鹏 霍建华 最经典的莫过于吕宋仙 想想《灵狐冲》的人设 生性放荡不羁 爽浪豁达 豪漫潇洒 不拘小节 天生侠义心肠 深情不宜 这位小哥还是要多修炼几年 这一次的《笑傲江湖》是全新人阵容 真的全新人 至于林平之是这位boy 林平之明明是书里盖章的美少年 身为一个美少年 早年门惨案 为了报仇自宫已经很惨了 能不能正经找个美少年演员啊 当年李亚从不适合林狐冲 但是当年的理解真的是和林平之呀 于正的《笑傲江湖》被大家骂到不行 只有陈晓的林平之是好评的 这才是阴柔美少年 反正现在的悬角也是各种随意了 不止我们喜欢翻拍 隔地的弯弯也很喜欢翻拍 当年的偶像剧《动鱼》都有电影版本了 这两天也出了剧照 全员都是台湾的新人 林百瑞、林辉煌、吴月婷、王靖、陈宏倩 估计大家就算在电影电视剧里见过他们 也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 感受一下主唱们的合照 还是当年的郭聘超、蓝正龙和张勋杰比较让人心动 当年的乖乖女裴雨艳和黑社会少年余浩 现在的裴雨艳和余浩 两代动鱼的颜值相差也是有点大 从《寻情记》到《流星花园》 再到《倚天屠龙记》和《笑傲江湖》 接着《动鱼》 这两天的翻拍剧新闻尤其多 每一次的选角度是一水的新人 而且从来没有哪个人选让大家满意 有些人是真演技不行 有些人是颜值一代不如一代 即使想想每次选美比赛也是一样 尤其香港小姐 当年的颜值有多美好 现在就有多让人扎舌 真的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变丑吗?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希望有一天这个词可以用在翻拍剧身上